大家好,今天是8月17日,星期四 明天是星期五,第一件事是北水移動的情況 留意,昨天北水是稍有流出的 這是值得大家留意的 接下來我們看看板塊方面 板塊方面,電器和消限電子產品有些跌是升 運輸、資訊科技、汽車是升 其他全部都會跌,即是反映,事實不太好 而在個別股票方面,ATM是有升的 也不是全部都升了,不是京東那些就會跌 螢富基金基本上有跌,有人估計 美團是一隻打鑊 還有汽車板塊就好一點,新秀樂有升 新秀樂有升 新秀樂有升,昨天只有一蝕 今天成本就升上來,浮發了 是這樣的 接下來我們看看大事方面 大事方面,希望大家可以看看這件事 又是畫圖,好嗎? 這樣 基本上,在這裏有一個雙形走勢 然後在這裏有一個雙形走勢 基本上就是這樣 跌下來,升上去,跌下來,升上去 這次跌到底 這次跌到底的時候,要留意一件事 就是在這個位置 昨天都叫大家要留意這點 這裏就出了十字星之外 今天有一支先跌,即是後升 這個可以是利好後市的 即是後市一定要再跟著 要等明天升到這個位置 升穿這個位置 就可以叫做 沿了這一浪的跌幅 就開始反彈上去 即是好像這裏這樣 即是這裏這樣 這裏這樣 這裏這樣 先畫一畫一畫 先畫一畫 升穿這裏上來 明天如果看到這樣 就非常好 這樣就會後市 希望可以再有一個反彈 不過暫時這樣看 希望這樣 好 再其次就會看看 今天有什麼可以留意的股票 現在股票呢 就是一隻福壽員 那你做笨藏方面的等等這件事 那